大家好 我是狗文强 欢迎大家学习FSN运动康复体态调整课程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胸阔旋转姿态的运动康复 那么首先我们对胸阔旋转做一下认知 胸阔旋转如图所示 它是指我们胸阔在水平面发生的旋转 可以是顺时针的旋转 也可以是逆时针的旋转 也就是说也可以是向右的旋转 也可以是向左的旋转 那么如图所示是向右的旋转 比如说从模特身上去观察的话 就是这种姿态了 身体发生了向右的旋转 而骨盆以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么这个我们称为胸阔的旋转 胸阔旋转之后它有很多的不良影响 最多的一个就是对我们的美观产生影响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体会有些拧巴 会有些拧巴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穿的圆领的衣服 会发现这个领子会往一边跑 也就是一边露出来的这个脖子更多 一边露出来的脖子更少 这个就是我们胸阔旋转 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 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脊柱侧弯 我们知道脊柱侧弯呢 是指我们身体脊柱在三维平面内发生的序列异常 而这个三维平面其中有个平面呢就是水平面 那到水平面发生了这个身体的旋转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脊柱侧弯 当然它这种脊柱侧弯呢 也很有可能会引起始装面和冠装面的脊柱侧弯 那所以呢 它的不良影响就两个点 一个是影响美观 第二个是脊柱侧弯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图上啊 我们再来观察 我们之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呢 肯定要针对它的肌肉啊 针对它的关节做一些训练 那么我们看到一般的身体 如果向右发生了旋转的话 我们会考虑到说哪些肌肉呢 是比较缩短的 或者说它的这个 相应旋转的这些软组织呢 是比较软缩的啊 我们能使胸阔发生旋转的肌肉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旋转机 腹内外斜肌啊 或者我们把它认为是我们的这个旋转线 当我们身体向右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右侧的这条旋转线 那就是从左边的这个恰骨 到右边的肋骨这条线 它是缩短的啊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条线呢 要做一些这个手法 同时呢 我们的关节 那我们的关节排列也会发生一些 也变化 也就是身体往往右旋转的话 它往左旋转的这个幅度呢 就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呢 也要打开这个灵活性 进而进行一些有效的康复训练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带大家做这个康复训练 好 训练中呢 我们以人体向左的旋转为例啊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缩短的这个旋转线 进行一个手法处理 我们在手上呢 抹一点这个凡视灵啊 然后在左侧的恰骨翼的前侧 定位双手呢 叠加叠加之后呢 在患者的这个肚皮上 把他这个肚皮呢 蹭起来一点 然后慢慢的向前 向上 一直到他右侧的肋骨 这个位置也就是衔接到了他的 前聚机 右侧的前聚机 好 把这条线呢 给他进行手法处理 这个手法呢 我们不要求很快 然后呢 跟着这个软组织慢慢滑动 去做六次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灵活性的一个手法 好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在做做拉伸 拉伸主要针对呢 不仅仅是软组织啊 还有他的这个关节的灵活性 好 我们呢 患者坐姿啊 骑坐在这条床上之后呢 将骨盆固定 这条是位于患者的后侧 患者呢 双手至于胸前环抱 这时候呢 我们给他向右做拉伸 拉伸到有 有这个拉伸感 我们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呢 让患者去做对抗 那我们拉伸的时间是六秒 对抗的时间也是六秒 对抗呢 就是向反方向 向左的旋转 好 六秒过后呢 我们再试着 把这个幅度增大一些 我们会发现他的灵活性呢 会增大一些 增大之后呢 我们继续拉伸六秒 拉伸六秒之后 再让他和我对抗 再对抗六秒 这样我们重复三到四组 就可以增大胸椎向右的旋转灵活性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步的训练 我们设计一个侧卧翻书的训练 侧卧位之后 区宽 屈膝 90度 肩曲 90度 然后吸气准备 呼气的时候呢 大臂向另外一侧旋转 也就是我们向右侧进行旋转 向右侧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头颈部呢 也跟着手去动 那旋转到有拉伸感 我们停下来换一次呼吸 吸气准备 再呼气 再增大这个旋转的灵活性 这样呢 我们可以不仅仅让它灵活性增大 而且可以增加一些调动更多的这个稳定机 参与到这个训练中 好 这个呢 我们以右侧的旋转训练为例啊 我们单侧做十次做三组就可以 好 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训练 第四个训练呢 我们用仰卧的技术扭转 仰卧之后呢 肩关节外展90度 双臂呢 置于垫面上 之后呢 宽关节区 膝关节区90度 让这个宽和膝 让腿的位置呢 向左去旋转 其实就相对来讲 就是我们身体向右的旋转 身体向右旋转和宽关节向左旋转啊 这个是一样的 好 旋转到我们能控制的这个小范围 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们再重复 吸气准备 呼气 向对侧 好 吸气再回来 好 我们这样重复呢 我们做三组 每组做六次 好 下一个训练呢 是我们站姿的训练 站姿呢 更符合我们人体的生力学 所以我们在站姿之后 呃 在这个双脚呢 分开与宽同宽 呃 脚尖冲前 保持骨盆以下 尽量不动 拉一根弹力带 呃 两手呢 肩曲90度 而之后呢 我们还是向右旋转 这个弹力带的呃 方向 首先我们给他拉到 他的右方啊 让他去旋转 这时候呢 我们的旋转机 是做了一个离心的向右旋转 和向心的向左旋转 呃 可以调动更多的稳定机 身体的稳定机 参与到这个动作中 同时又能身体 又又能让身体呢 向右的这个旋转 也就是胸扩 向右的旋转的灵魂性增大 啊 这个训练呢 我们做三组 每组做十次 之后呢 我们把台力带的方向 给他改变过来 换到另外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做的动作 还是一样啊 还是向右的旋转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向右的呃 向右旋转的肌群呢 就是呃 向心的手缩 向左旋转的肌肉呢 就是离心的手缩 这样还是同样 可以调动更多的肌群 做我们身体的旋转 好 这个训练 我们也重复三组 每组做十次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胸扩旋转的运动 康复方法 那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 再见